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次接触飞盘就是陪我们家小狗狗在大草坪上玩的 盘比我们家里傻孩子的脸还大 又比如我在社交媒体po了一张和朋友们去玩飞盘的照片 就热心的网友会评论我说有飞盘竟然没有狗子 哎 抱歉 我就是那只狗 其实飞盘现在已经成为一项特别流行的运动了 飞盘在1946年发明于美国 上世纪的70年代飞盘运动在欧美地区流行开来 中国加入WTO以后飞盘就作为了一种生活方式 被外企员工带来了 1999年的时候 第一个和飞盘相关的正规赛事 上海公开赛开始举办 这也是目前中国最有历史底蕴 关注度最高的俱乐部飞盘赛事 随着越来越多的城市和高校成立了飞盘俱乐部和社团 飞盘也在国内开始流行了起来 玩过飞盘的同学可以在我们弹幕上面扣个1哦 最近脱口秀大会上面还有一个飞盘的段子 一句玩狗不如当狗让飞盘彻底出了圈 那最近半年飞盘在上海也是红了个彻底 上海市中心据我了解就这么几个大型的户外球场 周一到周日几乎天天都能找到一个飞盘局 而且场场爆满 就说我要不是有朋友带着 我都报名不进去 我还在家自己尝试了一下 拿着飞盘扔了扔 后来发现 哎 狗子比我强啊 周二十一世纪的时髦女性 我不允许自己落网 于是我决定去深入了解飞盘 还潜伏进了一个新建的飞盘俱乐部的微信群 不齿下温 顺便自己现场也体验了一把 如今啊 国内主要流行三种飞盘的玩法 分别是极限飞盘 飞盘高尔夫和躲避飞盘 我这次去体验的呢 就是第一种团队性的玩法 从晚上七点半到十点 室外全露天的场地 冷风鞋雨啊 气温那是毕竟零度了 我竟然还坚持下来了 半小时传接盘的练习 一个小时技战术的训练 一个小时的pick up 也就是飞盘里的组队比赛 两个半小时的时间啊 刷刷的那是过得老快了 好像第一次体验飞盘的我 也get到了狗狗的快乐 飞盘就像是足球 篮球和橄榄球的结合 像篮球一样传递 像足球一样跑位 像橄榄球一样得分 比赛啊既讲究战术 也讲究技巧 甚至还有联防 充满了体能 智慧和判断力 而同时啊 飞盘又不似其他的球类运动 有入门门槛 飞盘的上手很快 初次学习的我啊 不仅直接能上场pick up 也有几率传出一些好盘 到了比赛场上 我们只需要通过跑动 传递 让队友在得分区 接住飞盘就算得分了 当我成为团队 最后一个接盘的人的时候 哎 我的成就感倍增 同时飞盘也没有身体对抗 男女可以混合比赛 篮球足球都对身体对抗有要求 如果是飞盘的话呢 我就可以和男生 那我作为女生就可以一起玩了呀 带我飞盘的朋友就说啊 队伍里的男生呢 都有保护自己 也同时保护他人的意识 就算迎着人冲过来 也会留意绕道减速 保护姑娘这一块 在这儿贯彻落实了 据说啊 场上玩飞盘的人 都会享受两个瞬间 一个是你扔了一个很好的盘 因为飞盘的移动啊 比球类更加缓慢 你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在空中的轨迹 另一个是接盘的人 可以肆无忌惮地奔跑 飞盘从身边划过 你甚至可以跟它平行一秒钟 你要去预判它的落点 在别人的干扰下 接到飞盘 人类呢 对于飞行和追逐 都有原始的迷恋 沉浸其中啊 才会体会到 多巴胺分泌的快感 难度低 限制少 再加上感官上的新奇 带我去参与飞盘局的朋友 短短几个月的时间 就从对飞盘的好奇 逐渐变成了热爱 让飞盘啊 变成了他生活当中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他甚至跟我说 有时候在家里啊 都会拉着他的妈妈 练船接盘 可能这就是大家说的 玩过就会上瘾 那现在上海 逐渐也有了一些 飞盘俱乐部啊 不仅收纳了老玩家 也吸引新人加入 每周去一个飞盘局 都能认识一些新朋友 比如说我进的 那个飞盘局 起初呢 只有30多人 截止我录视频的时候 已经有200多号人了 如果啊 要打比方的话 我觉得飞盘 就像是运动里的 王者荣耀 门槛比较低 不管男生女生 有没有运动经验 都可以参加 但是啊 真要玩好 难度又有点高 需要你有很好的 耐力跟技巧 平时呢 也要抽时间 来练传盘跟接盘 但飞盘还有另外一个 隐藏的优点啊 就是它是一个 很好的社交游戏 可以让你出门 认识新朋友 这可是相近的好方法啊 朋友们 飞盘7个人能玩 5个人能玩 3个人也能玩 飞盘除了在 开阔的足球场可以进行 随便找一块空地 和三两好友 就可以练习 简单的传接盘了 陆营团建 或者周末去草坪野餐 都可以带上一块盘 增加更多的乐趣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 现在有这么多人 喜欢飞盘的原因吧 初次体验完 我不仅收获到了新朋友 还得到了几张 很帅气的运动照片 并且已经开始 跟大家约下一次的比赛了 也算是明白了 飞盘的乐趣吧 在以小众运动市场化 大众化的过程当中 除了自身的破圈发展 线上线下的有机结合 能够将运动的魅力和精神 传递给更多的人 那么飞盘会成为 下一个新的 国民体育项目吗 最后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 感兴趣的小众运动 想要了解 也可以写在评论区里面 我也会去体验体验的 将这些运动 介绍给更多的人 对了 看完记得 长按点赞 一键三连 我是潮潮 你们的退钱解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